下面这个故事叫白虎十子 二姨家的东院是一户姓王的人家 王老太太已经守寡多年 闺女已经远嫁 两个儿子分别在囤子里成家 大儿子和老娘一起住 小儿子分房出去 在大哥家前院盖了一个小土房 老大家一共有三个孩子 都是孙子 按说这王老太太子孙满堂 应该是享福的年纪了 可她呀还真是一个苦命的人 虽说辛辛苦苦将儿子拉扯大成家 可是这两个儿子却都不孝顺 老太太前几年身体硬冷 还好说 能帮着忙做饭看孩子下地干活 可渐渐的身体不好了 当儿子发现老娘除了吃饭 不能帮忙干活时 就将老妈赶出了上房 将自己家的棚子收拾收拾 让老太太住了进去 一日两饭都是剩的 老太太顾忌着大儿子在囤里的名声 不敢找人诉苦 小儿子住得这么近 怎么可能不知道老妈的情况 她却装作不知道 问都不问 忍了两年 大儿子媳妇见老太太忍气吞声 越发地变本家里 连孙子想笑是奶奶都会被呵斥 大孙子是奶奶一手带大的 已经到了成家的年纪 于是家里张了着给看媳妇 这天 老太太正在棚子里穿豆角 准备晒干 忽然大儿子笑容满面地出现在了棚子里 手里还拿着一件崭新的大褂 笑嘻嘻地说 娘啊 今儿你大孙子看媳妇 你换衣服吧 你别让人上咱家来一看寒碜嘛 一会儿你就上东屋做 等媳妇过来帮看看啊 王老太太好久没见着儿子 这么和颜悦色地说话了 受宠若惊地 接过衣服 连忙换上 颤颤巍巍地就往东屋走 儿子忽然回过头 像是忽然想起来了似的 说道 对了娘 你大孙子媳妇过来 咋说你跟奶奶婆 你也得给个见面礼 老太太听了这话 为难地放慢了脚步 这两年来 老太太所有的香底 都被儿子以各种借口拿走了 不给的话 就有脸子看 手头像样的东西 就只剩下一个翡翠镯子 这是当年自己的陪见 这些年 再怎么苦 老太太都没肯拿出来当了 不用说 大儿子就是惦记他这样东西了 想了半天 老太太还是抬起头跟儿子说 娘手头就一个镯子了 本来是要传给长媳妇的 给了长孙媳妇也行 说吧 也不看大儿子瞬间乐开花的脸 直直的就奔东屋去了 这东屋已经是大儿子和媳妇住的了 西屋收拾出来准备来做新房 老太太进了屋 大儿媳妇正在炕上坐着缝背呢 见她来了也不让坐 就接着缝背 老太太凑过去 摸了摸被子 刚想说这颜色喜庆 大儿媳妇把脸一摔 冲她大声说 你看你那手刚干完活 那不洗你瞎摸啥 这新货的人给摸埋下了 老太太 善善地收回了手 也不知该坐哪 就这么干站着 就这时 外边一群人进来的动静传来 大儿媳妇听见 蒙把被子往炕里塞 然后堆着笑脸 对老太太说 娘啊 你这地上干啥 你给我上来 新媳妇过来看你来了 说着还要下地来搀扶老娘 老太太只能配合着 在她亲家面前演戏 心里别提多苦了 新媳妇又没人领进来 各自见了李 老太太小心翼翼地 准备将手上的镯子摘起来 当见面李 这镯子却因为年头久了 不好往下拔 大媳妇看见 忙上来硬生生地往下录 边使劲边对孙媳妇说 你看你奶多心疼你 这镯子我进门这么长时间了 都不给我呀 哎呀你看这真难耗啊 妈你别缩手啊妈 直拽的老太太手腕子都快脱臼了 才将镯子摘下来了 新媳妇也是食货的人 自然认为这是丈夫全家的见面礼 看着大媳妇面上做戏 又觉得自己的婆婆奶奶都这么好 以后肯定不会刁难自己 心里还是很高兴 说话间就到了中午 家里早准备好了丰盛的午饭 鸡鸭鱼肉满当当一桌子 新媳妇当然尊重奶奶 喜上懂事的将大媳妇加给自己的鸡大腿 加给了奶奶 老太太很久不吃这样的饭菜了 刚想咬一口 忽然听见大媳妇说 哎呀别给你奶加肉了 老太太牙口不好 我天天拿给她熬粥 说着就回头盛了一碗粥 摆在老太太面前 听大媳妇这么说 老太太当然知道啥意思 于是一顿饭 压根一筷子没往肉上夹 吃了几口饭就下桌了 下午送走了新媳妇 老太太又被撵回了棚子 新大褂也被要回去了 说怕她长穿 穿脏了 准备给她当装老的衣服 老太太缩在棚子里 悲从中来越想越伤心 这些年的委屈都涌上心头 于是穿过园子 直接去找了小儿子家 想跟小儿子商量 跟小儿子一起住 小儿子家正吃下午饭呢 见娘来了 也没说问问 吃没吃 也没请娘上桌 等小儿子都吃完了饭 她才找了个空 单独跟小儿子说了 结果小儿子两眼一瞪说 娘 你都跟我大哥过这些年了 帮着看孩子帮做饭 自己那点家底都贴户她家了 在养老的时候想起我来了呢 一转眼 又看到老太太痛红的手腕子 大声问 哎呀娘 你那镯子呢 等得知了老太太 已经将镯子传给了孙子媳妇 小儿子更怒了 这些年 你这啥东西都想不着我 就值得疼你那大儿子 现在找我干啥呀 不单贴自己儿子 现在孙子也贴了哈 贴谁 你就让谁给你养老 二话不说 就指着门口 让老娘滚 王老太太实在没法 边抹眼泪 边嘟囔着 上辈子 这是造了啥年 还用这么俩 儿子 等出了儿子家门 却又用袖子 摸干了眼泪 不肯在乡亲们面前 露出一点受气的样子 其实 老太太在家里的遭遇 四邻早就知道了 也正是如此 哥俩在囤子里 人缘差得要死 秋收打场的时候 别人都是相互帮臣 就他们俩家 自己呼吱呼吱的忙活 叫谁谁不来 但是村里人 顶多是陪老太太 说说宽心话 日子天长地久的 谁能老管 别人家的闲事 老太太回到 大儿子家没几天 她去小儿子家的事 就被大儿媳妇知道了 这下更不得了了 大媳妇成天骂她 我是不给你吃了 不给你喝了 还是穿不脑呢 这么磕上我 你乐跟人住你去呀 人家要不要 你这老不死 你值不值得啊 就这么连着 受了几个月的气 老太太病倒了 病逝越发的沉重 几个姑娘 也都从外地赶了回来 见老娘 在大哥家 是这么个待遇 也十分的气愤 纷纷说 咋能让老娘 住这破棚子 可是跟大哥 讲理的时候 大哥就摆出 无赖的嘴脸说 你们谁说 我对娘不好 直接把娘接走养 好不好 我家就这条件 我儿子结婚 我的妹给她盖新房 几个姑娘 谁也没敢 将养老娘 这个话说出口 自己毕竟是 嫁出去的姑娘 泼出去的水 夫家 也不会让老娘进门 只好轮流 伺候了老娘几天 放下些钱 就回去了 王老太太更灰心了 知道谁也指不上了 心一死 精神头也没了 病情更重 拖了几个月 入冬以后 已经不能下炕了 儿子媳妇 也没给棚子里 多加些稻草保温 早上起来 棚子的顶上 都挂着青霜 老娘就团缩在一床 黑乎乎的被子里等死 从小带大的孙子 倒是每天都过来瞅瞅 酸点吃的 但是碍于爹妈 也不好真心孝顺奶奶了 终于 在这个十五的晚上 老太太咽下了 最后一口气 双手一撒 人就走了 赶过来的大儿子和小儿子 脸上都没有一丝悲气 大儿子反是一脸解脱的喜悦 于是 囤子各处报丧 大伙听说老太太走了 都过来 想送她一程 天晚了 外边明晃晃的月亮 映着雪光 大伙都凑在大儿子屋里 听她说怎么操办丧事 大儿子当然不愿意花钱 就说 我娘这不俩儿子呢吗 丧葬费两家平分吧 小儿子立马不干了 站起来拍桌子道 这些年妈一点也没帮我们家呀 反而是给你养儿带女这么些年 这点家底都让你跟我嫂子搜了走了 你现在跟我平分丧葬费啊 一分没有 我还得跟你要这些年我妈的家底呢 大儿子脾气也驴活的 站起来指着小儿子就骂 这些年妈没吃你家没穿你家的 她身上哪样不是我供养的啊 好意思跟我要你孝顺妈过吗 小儿子冷笑道 孝顺 就你就这么孝顺妈的 你屯里人都看看 大冷天让我妈住棚子 冬天冻的嘎巴嘎巴的 没病都冻死了 你叫孝顺 你孝顺不把妈整屋里头停灵呢 大儿子一听接短了 顿时火了 撸胳膊网袖子冲他兄弟就去了 大家赶紧拦着架都来不及 这下可热闹了 俩儿子在亲妈死的当晚 因为丧葬费的问题干了起来 旁边帮忙的妇女 都鄙视着看着这家人 都不上去劝架 几个男人好不容易将他俩拉开 这时候村里长辈站起来气愤的说话了 别拉着 就让这俩畜生打 人脑袋打成狗脑袋 没他妈见过这么不孝顺 老妈死不到一天 因为俩钱能干起来 咋的 没有钱不发送你妈了 放臭她 大儿子见大伙鄙视她 就跟破罐子破摔似的大喊道 我养我妈一辈子了 发送就该踏出钱 我这一个字没有 小儿子在一旁扇着火道 行啊哥啊 你要把妈放你屋里 炕上停灵三天 这钱我出 大儿子听了这话骂道 你家炕上才挺灵的 你等着 忽然起身往外就冲 大伙也不知道他要干嘛 忙跟了出来 只见他冲进老娘躺着的棚子里 用背后将老娘的尸身一包 扛起来就往处走 大伙一看 他这竟然是要将自己老娘的尸身 送到小儿子家去 忙上前拦着 小儿子也不要脸了 上起就把他妈的尸身抢下来 扔在地上就说 死谁家谁发送 你别想把我家整 脏了我家屋子 于是 哥俩在院子里的雪地上撕不起来 完全不顾自己的老娘 已经从散花的被子里 滚到了雪地里 等大伙再拉开时 老娘的尸身 在雪地里 已经湿了 明晃晃的月亮 就照在老太太死不明目的眼睛里 长辈们都愤怒了 顿着脚骂 畜生啊 能给老娘的尸骨 愣在地上 你们是不是人 走 咱都不管了 让他们自己闹去 看他老娘在地上 饶不饶过他们 说吧 领着帮忙的人 全都走了 不管愣不愣眼 看着老娘尸体的兄弟俩了 小儿子看着大伙都走了 也拉着媳妇回家了 压根没管老娘的尸体 大儿子气呼呼的 进屋在炕上抽烟 长孙还是跟奶奶有感情 进屋怯生生的问他爹 爹 咱把奶奶放厨房过一宿吧 在雪地里不都冻僵了吗 他爹一瞪眼说 死都死了 早就僵了 怕冻啊 就棱院子里头 搬来搬去 麻烦 老太太的尸身 就这么躺在雪地里 被冬月十五的月亮 照了一宿 第二天 大儿子用一副抗袭 将老娘卷摸上 一家人赶着牛车 把老娘埋在了山下 从此兄弟俩断了往来 相应的 囤里的人 也跟他们断了往来 都觉得 跟这样没人性的人 不能相交 一年不到 王家 就出事了 先是大儿子 莫名其妙的 在田里摔倒 结果回家 躺在床上 就没再起来 请先生过来看 说是中风 什么事都明白 却只能瘫痪在床 一硬的活 啥也干不了 于是 只能是自己的儿子 伺候自己 这算是报应来了 从小看他怎么 对待老人的孩子 当然也只学会了 他那样的对待他 于是 他天天 抗拉抗尿 他媳妇一个人 也扳不动他 去叫儿子过来帮忙 儿子就当没听见 再叫的烦了 直接将老娘往外轰 你就让他们躺着去吧 搬来搬去干什么玩意儿 躺着不累 我就搬着累 我这一天到晚 下地干活挺累的 回来还吃我个摊吧 媳妇只好抹着眼泪回来 自己帮他翻身擦澡 可是一个女人 哪有那么大的精力 照顾他呢 几个月后 他背后就生满了褥窗 天气一热 整个东屋 就飘散着一股屎的味道 儿媳妇就更嫌弃了 不让他们住在自己东屋了 也把棚子再次拾都出来 赶他们进去住 就这么不到两年的时间 他已经从一个一百六十多斤的汉子 瘦成了一个干部火柴棍 这下 他媳妇能搬动他了 有时候 会背着他 去门口透透风 村里没一个人同行他 见到他 都连机带讽的说 王老大啊 这身子还行啊 再瘦点 瘦点 你媳妇就能背你上山 他也没法搭话 又过了不到一年 就撒手去了 葬礼上 儿子媳妇都没哭 也就草草的聊了事 倒是将他媳妇 哭了个够呛 以前好歹是俩人作伴 可现在 就生自己受儿媳妇气了 想想自己以前怎么对待婆婆的 知道 真是报应不爽啊 接着是小儿子 四十几岁的壮汉 在山上拉木头的时候 被倒下的树砸断了腿 把脑袋还给砸傻了 整天就坐在炕上躺哈喇子 喂他吃饭就吃 不喂也不知道饿 命倒是挺长 活了七百年 只是活着也跟死了没啥区别 家里也造坏的跟猪窝一样 老太太的几个女儿 也并没有好过多少 一个得了肺劳 没过几年 就撒手死了 一个老公染上了大烟 将家底儿 拜了个底儿朝天 穷得只剩要饭了 还有一个老公 跟野女人私奔了 剩下四个孩子 一个人养 村里人都说 这是报应来了 他娘肯定是放不过 自己子女对自己的不孝顺 但是还不忍心杀子 所以就这么让他们半死不活的受罪 刘奶奶禁不住大媳妇的几次请求 曾经请白仙给他们看过 白仙上身后 先是劈头盖脸的 把大媳妇一顿臭骂 大媳妇只是站在墙角里亏的不敢回嘴 好不容易掀结气顺了 说是老太太去的时辰本来就不好 再加上老太太心有怨气 再加上这家人让老太太的尸身 暴露在冬月的冬天里冻着 又在十五的月光下照了一个晚上 这加起来在丧葬上就有了个说道 犯白虎十子 犯了这个说道的人家 家里的儿女一个个都过得不会好 就像老虎将孩子一个个吃掉的意思 白仙又说 如果老娘入恋的时候好好发送 现在能找得到定官还能破解 但是当初你们买老娘的时候那么草率 压根连个棺材都没有 这个解肯定是破不了 都回去等死吧 刘奶奶只能叹息着 看着那媳妇神色伪顿的回去 二姨再没关心过这家人后来的死活 因为这样没有人性的人 不值得周围的人去关注 二姨只是觉得 能将死心塌地 对自己好的亲人都伤害得这么严重 这点报应应该算不得什么 中国历来崇尚孝道 这几个就是极品的反面典型 引以为戒吧